和这棵老鼠都这么久 历史的天天经济法 很多这里来的都是熟客 由早上8点买到晚上8点 每天三餐都可以在这里买 如果我第一次来 我要吃什么 鸡汁酱鸡肉 这里很出名的也是这里的烧肉 你现在就丢玩了 很亲自好像回家吃饭 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 每一个人都在那儿寻找 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 而老社区的市井生活气息 最能够勾起这份形同感 以及集体回忆 可惜的就是 很多老街老社区 都要扬牢比身的城市发展计划 从此走入历史 这一天我来到槟城的霹雳路 也都叫做大路后大路牛 在这些新版路店 以及木屋区迟葬拆迁之前 记录这里珍贵的日常风景 以及人间烟火味 这些人间烟火味又来了 这两天曾经上过电视 放了糖 这些花生就跑上来 花生汤 这个就是奔城的四果汤 哇 这家里吃 日本人也有吃东西 对对对 不论是晴天雨天 这里的老板 都是服务这里的客人 而且 他每次吃pr dispos 斗罗阿振哥 就是日落洞大路的后面 叫做阔罗阿振哥其实是广东人 今天来到奔萨一个老社区 特拉屋的大罗奥 我相信很多奔萨人都对这个社区是非常熟悉的 这里有很多木板屋 这里有一个很古老以前留下的那种社区的村屋 但是现在因为新的发展计划 现在这一排路店这一排木板屋即将会拆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大罗奥在拆之前的路店的一些风景 其实大罗奥近年有很多的新版木屋 都已经改建成为新店 现在连最后一排的木板店都要走入历史 无论如何 我们先来看看这间饵饱了几代人的添香经济饭 看看老店的日常 大罗奥的特色之一 就是茶室以及美食是特别多的 而添香就是其中一间最为人熟悉的雜饭老字号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 都可以见到这种以自助方式选送食饭的雜饭店 因为菜式的选择多 方便由经济实惠 所以就有经济饭或者是雜饭之称 来到添香这间全盛了三代又七十年历史的雜饭店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菜式真是非常丰富 一碟碟放出来真是很有住家饭的感觉 而且天香是由早上八点仍然到晚上八点的 几乎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的 一到用餐的时间 附近很多居民就会排着队来吃饭或者来买饭 而这种延流的情景 亦都是大罗奥老店多年来的日常风景 你们最招牌是什么这里 必吃的 如果我第一次来我要吃什么 干鸡哦 干鸡 那个黑酱鸡是吗 烧肉咯 烧肉 咯 这种饭碗 有些人很出名的 这是烧肉的 这种烧肉 有些人有名的 这种烧肉 鸡蛋 这种是白鸡 这种烧肉 很出名的 这种烧肉 这种烧肉 还有这个是咖喱鱼 还有这个是魔鬼鱼 魔鬼鱼 还有这个是魔鬼鱼 魔鬼鱼 它是有点阿参鱼 是吗 这个是盖鱼 这个谷祖味 这个已经炸了很多人吃了 这个就是菜 咖喱 由早上到傍晚 天香都会一直出菜 在不同的时段满足食客的需求 这里都是看到很多都是熟客 吃了很多年 刚才有一个假吃了60年 放掉很可惜 爸爸在那儿来吃 他看到他爱了女朋友 然后最后呢 吃三代哦 你们看到你们最开心就是看到这种画面 陈先生就说 老店拆除 其实他们最不舍得的 就是和街坊和客人 多年来建立的感情 他们已经准备搬去对面街的新店 而新店的名称 就叫做阿天茶室 纪念父亲存在来的家族生意 之后呢 天香经济办 他就会搬去对面的店屋 我觉得也是存成一种好味道 但是仍然有两棵老厨 守护着这个阿天茶室的古早好味道 今天呢 我就叫了四阳菜和饭 一共是马鼻八戈半的 今天就拿了这个出名的黑酱鸡 他说是冬粉炒包菜 一些公鱼仔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八环 这一碟饭呢 其实是八扣盘 又肉又菜 我觉得真的很便宜 算是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种古早味道呢 我觉得最好 最美味的食品有时 往往就是 好像藏领这样的露鸡 盘饭的 食物真的很好 祝福天香 有新的发展 继续传承 和大鹿牛的杂饭好滋味 大鹿牛这里 无论是早试 午试 都是特别热漏 你看到这边 其实这边也有很多摊位 今天因为是假期 可能有些路边摊位 就还没有摆盘 但是对面很多的 美食档口 和路边的小食 就已经陆续在中午时分 就开始开盘了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 有什么东西吃 路边其实也有很多食档 比如说这一档 是新唇咖喱面 是做了三十多年 分成的咖喱面 下午时分 你看到这些路边摊位 例如这个咖喱面 就开盘了 这是服务五试 如果你是下午时 或者是咸皮 你都可以吃到这些 咖喱面 这是大鹿牛的咖喱面 这是做五试 做到几点 老板 六点 做到六点 今天就是马来西亚日 老板 这个咖喱面的老板 还刮过一幅 马来西亚的黄皮 好了 你现在都可以吃咖喱面 看一下你的咖喱面 对 哇 这个咖喱汁 这是白咖喱面吗 普通咖喱面 普通咖喱面 对对对 椰浆的 这个已经加了 那个咖喱酱了 对对对 这个咖喱面 阿坤的白咖喱面 有加西汗 看起来很想吃哦 哈哈哈 鱿鱼 还有这个 薄荷叶 哇 你的咖喱面很不同哦 有放斑蛋叶去煮熬汤 对 太美了 吃完咖喱面 真功夫哦 再加多一个咖喱吗 对 但是它不要猪红 哦 是 本来还有猪红的 对对对对 三十多年哦 在路边哦 过后你要搬去哪里啊 就是这边 就是这边啊 哦好的 路边那应该没有太受影响哦 对对 对对 吃了 好 这个是埋食斑 米粉 还有 一些雪果四果汤 红豆香 红豆汤 哎 那不如来一碗了好吗 好吗 红豆汤 花生汤 红豆汤 这个是开在门堆前面的 现在给我一碗这个 这个 四果汤热的 哦 放糖啊 终于浮起来了 这个我没有吃过 是哦 很少人煮 很少人煮哦 很少人煮哦 花生汤啊 四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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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这个是奔城的花生汤啊 哎 一放糖它就会浮起来哦 一放糖 那些花生就跑上来哦 那这间糖水店的老板就说 露店拆除之后呢 他就会结束营业 也都打算转行的 这个就是奔城的花生汤 刚刚我叔叔说 其实已经慢慢失存 很少人煮的 花生汤 这个就是奔城的四果汤 那我们叫两碗来试一下 这个就是四果汤 一个种不同的配料 是很清热的 超暑的一道 奔城的福建人的 传统的饮品 喜欢吃花生的朋友 应该都可以试一下 这一碗花生汤 那这一天拍摄到一半的时候 竟然落起大雨来哦 我就在卖椰子补丁的茶室里避雨啦 老板还借了我一把把傘 真是好有人情味 多谢他们呀 炒美粉的档口 无论是晴天雨天 这里的老板也是服务这里的客人 你看到他们 雨天也是一样是落天的 你不对啦 这个炒美粉其实很出名 曾经上过电视的 虽然外面就大风大雨啦 但这些路边摊位都依然不受影响 这一档出名的炒美粉 当口最大的卖点 就是用猪油渣炒面 特别香的 那延长我拍摄的时候 就是闻到一阵一阵的香味 炒美粉的老板就说 其实在街边做生意 早都已经习惯面对风雨了 那些客人仍然会来的 我觉得这档就是一种很实在 很难得的工作精神 所以是接手也不出的啦 到阿鲁阿鲁的这档炒粉面 还可以加猪油渣的 那这一天我都买了几包回去 我真的要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很好吃 在阿鲁阿鲁的路边摊位 令我感觉到 无论晴天雨天 档口依然要守住 生活依然要过 大家扶持一下 风雨便会过去啦 由这个木板屋对面 有很多茶室和街边的小档 都是很多大陆阿鲁的人 还有很多崩盛人 像我呢 我常常都会来这里找你吃 这个万千糕 拖面 鸡饭 还有这个油炸位 都是必吃的 这个街边你吃 大陆阿鲁的拖面 不需要我特别介绍 崩盛人都已经知道 这一档拖面 我常常都会来吃的 真是很香的 金龙大陆阿鲁 拖面就有38年历史了 曾经给很多美食节目推荐的 这一档拖面的配料很丰富啦 深色的五香浓汁 特别浓郁的 入口流香 非常值得一试的 而拖面旁边的大陆阿鲁加料万千糕 又是我经常来帮衬的小食 这一档万千糕最特别的 就是可以加不同的馅料 外皮真的很香脆 生意一直很好 老板吴先生本身都是住在大陆阿鲁 他还和我分享了大陆阿鲁的名称典 大陆阿鲁就是日落冬大陆的后面 日落冬大陆的后面 叫做大陆阿鲁 以前的日落冬大陆很大很大的 算是大陆阿鲁 算是大陆阿鲁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日落冬大陆阿鲁 就是日落冬是一条贯穿 对对 是去搬了巴士 哦 所以你们是在它后面 以前没有海外 所以叫做大陆阿鲁 叫大陆阿鲁 哦 大陆阿鲁 明白明白 哈哈哈哈 吃了桌面 买回一件盲煎糕 隔壁的阿鲁油条 又是一个熟悉的好味道 这有角色的马脚 咸饼也很好吃 这一份真的很好吃 阿鲁哥其实是广东人来的 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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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鲁油条在大陆阿鲁 大陆阿鲁 大陆阿鲁 2030年 他们都是港府人 对 其实说到大陆阿鲁的美食 还有很多摊位 还没有机会去认识 去尝试到 虽然这些露店 一间一间地搬走或者消失 我相信这些美食的回忆 以及人情味 会一直留在很多奔盛人的心中 祝福大陆牛的居民 老店 商家 有更好的未来 下一集继续带你探访 大陆牛的传统老行业 老店以及老屋区 看看大陆牛的社区文化特色 没错过了 下集见吧 拜拜 为人亲自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你看他的手势 很有架势 32 谢谢 窗花 你看 这个设计的窗花 我在拍的同事都听到 屋里面好像有人在吃饭 记得我们以前住的木板屋 其实厕所好像这样 就独立一间的 分成大陆牛